新北市环保局特别在世界地球日当天 办理新北地球环境季做一件事 让地球更美好活动开跑记者会 现场环保局是推出了做一件事 让地球更美好票选活动 以及各项多元丰富又充满环境教育意义的系列活动 在记者会上环保局长刘荷兰表示 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选择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太多浪费 在今年的新北地球环境季 新北市政府以做一件事 让地球更美好为主轴 希望唤起大家对于环境议题的重视 更懂得疼惜我们的地球 你每天一个人存一块钱就只有一块钱 可是新北市民四百万 一个人只要存一块钱就有四百万 一天哦 台湾两千三百万就有两千三百万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环保议题 大家平常都做 可是我们每一年找一个项目 大家一起来推 譬如说一个人减一个烟蒂 只有一个 可是新北市民每个人一天减一个烟蒂 就可以选到四百万张 或是四百万个烟蒂 全台湾一起减 这个力量是很无限很恐怖的 在记者会的现场 环保局长刘和兰 林玉贤导演 戏指白银国晓 一同分享自己让地球更美好的一件事 并邀请大家和他们一起 身体力行来做环保 将环保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中 随时注意节能减碳 让地球更美好 局长特别讲到一度跌就地球 那再拿第二个出来 因为我们学校为了节省电费 我们都用定时器 然后在早上帮忙黄昏的这段时间 让它点亮起来 那再不使用的时候 它自动就会帮我们翻起来 定时的设备 对 会减少三层 那每一个月我的月费 电费大概少了一万多块 那每一年我们挑一件事情一起做 或许我们会看到那个无穷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也特别把小朋友请过来 那其他的部分 除了刚刚特别提到我们的高医师到了 我们跟精发局也一直在谈 所谓的开源节流 多元能源已经推出 节流的部分 企业体的节流 我们也组成一个团队 开始帮企业把卖 然后助商的部分 我们就从我们的律师开始来进行 环保局表示 新北市近四百万人口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 全球近七十亿的人口 如果每人每天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共同做一件让地球更美好的事 这些集结而来的众人力量 就可以让我们多留些资产 留片净土 给我们的下一代 记得凤强 事物长报道